前年的十一月他走了 前年的十月是我妈妈走了 在前一年是我弟弟走了 以前一直觉得我是一个蛮幸运的人 但没想到 我也会碰到 让我无法承受的事情 今天很多人在讨论说 我为什么不直播 其实在一年多以前 那个时候我有承诺大家 我每个礼拜天的晚上九点 即使不卖产品 我也会直播跟你们聊天 结果后来我这个蜘蛛人走了 突然间暴鼻才42岁 以前我主持今夜不流泪的蜘蛛人 她是一个女生叫高欣平 她跟我情同姐妹 我在直播的时候 你们应该都有听到旁边 有一个人很花照 就是她 所以前年的十一月他走了 前年的十月是我妈妈走了 在前一年是我弟弟走了 所以我连续两年 我的最亲爱的家人跟我最爱的朋友 连续的这样子离开我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再继续直播 因为直播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完成的 虽然我知道它不是很难 但是我需要有伴 但是我的伴走了 那现在 要直播 我再想想 我曾经写过一篇早安篇 你心里的伤痛 不要要求别人跟你感痛深受 我在写这篇的时候 其实我边写是边掉眼泪的 很多的早安篇对我来讲 都是很有意义 我讲了我自己也在学习 昨天我也讲 其实我个性没有变 我是原来的底音 只是表达方式不一样 我现在比较愿意 用这样的方式告诉你们 要开心一点 艺人的天职就是要把快乐带给大家 所以这一年多我为什么没有直播 我一直也没讲 今天才把这个事说出来 但你们放心 我很坚强的 会 总有一天我会直播 会会会 我再多练几次 看没有他的情况之下 我能不能直播 我从第一部戏演歌仔戏 就红到现在 我没有说什么 在拍戏的时候被欺负的那种状况 在我身上没有发生过 所以我以前一直觉得 我是一个蛮幸运的人 但没想到 我也会碰到 让我无法承受的事情 例如说我儿子 这个就不用再多讲了 但我都走过来了 我现在很健康 我只希望把我的正能量 我每天开心运动 我做给你们看 分享给你们 我吃了什么 我做了什么 因为我觉得现在 现在的人 你不要指望别人来照顾你 靠自己 跌倒靠自己爬起来 受伤靠自己把它抹平 受了伤躲起来 自己疗伤 我觉得蛮好的 或许有些人会觉得说 我应该 应该装弱一点 讲出来 我不是不愿意 只是我一直觉得说 我应该做的是坚强 我不是懦弱的第一 所以不用担心我 我很好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